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收缴止跌可以进场买股票 今天当然比照办理 来到一个相对低档 而且礼拜五的一个低档只差一点 这时候不买什么时候买 所以今年度台股的一个操作难度 其实比今年度要低一点 虽然指数已经来到9800 比今年度的一个指数基期稍微高一点 但是由于内支中实务的归队 以及成交量放大 很多档个股也没有如同我的预估 涨无都超过三成 这是你要把握住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不要害怕指数的跌 跌下来该进场的 我会带我们的亲爱的会员 做低接的动作 所以这档金桃科 记忆体IC的 上礼拜四 低润报价的一个社会股票 以及它出现39000多张的新链量 我把一档股票的一个产业结构 以及量价分析让你知道 知道它会涨 所以要会买 上礼拜四 收盘39.1 可不买 我说礼拜四我就进去了 那礼拜五呢 还有39以下 让你做承接 要不是因为当天台股 重做了109点 我认为金桃科上礼拜五 是没有低点让你买的 所以当天你要感谢这个利空 什么利空 美国对叙利亚发动的一个军事攻击 这种叫做非经济利空 很快就会反应完毕 所以要会趁利空低接股票 上礼拜五我在10点52分 几乎是当天盘中最低点 特别发给我们会议的讯息 趁利空要会低接 懂吗 所以上礼拜五的一个金桃科 逢低再度的一个承接 所以礼拜四跟你讲完 礼拜五刚好有利空 让你可以在大盘重做同时 39以下再度的一个上车金桃科吗 那低接完之后 涨停啊 不然是礼拜四礼拜五买的 是不是可以容易扎扎实 赚到一根涨停板 那礼拜一 金桃科盘中再度的大涨快7% 重点是昨天 当金桃科回档了 你想低接吗 亲爱的同名 我昨天 用这样的一个问句来问你 你认为我看好还是看坏 什么是反市场操作 一档股票如果还会再涨 趁跌要会买 当昨天金桃科回档了下来了 你想不想低接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而且有做出执行的动作 今天你会多赚了大概6.7% 今天金桃科想不想 跟昨天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强势波动股票回档要会跟着买 今天的金桃科盘中再度大涨 大盘指数今天有涨了 今天台股所给你的一个结构是 上礼拜的低点跟今天低点只差一点 上礼拜收起来可以止跌是一个买点 今天还是一个买点 所以很多档的个股今天 你要会勇敢低接 不要怕大盘指数的回档 亲爱的同名 什么是反市场操作 在上礼拜三大涨以前 连续四天的假期 这几天黑黑板 我说可以布局吗 当上礼拜三大涨100多点 你看所有的节目大概都告诉你 万点马上看得到 结果他没有让你来 结果他连续杀了两天吗 让你措手不及吗 但这反而又是一个再度的记录点 所以希望我们这边一个操盘节奏 所带给你是低进高出的获利结果 而不是追高杀低停损的一个效果吗 比一比一样一只高票 跟的人不一样 操作人手把不一样 结果当然不一样啊 所以当昨天的金浩科回档 我没有看坏啊 亲爱的同名 我说你想不想低接 你想不想低接 你要把握住强势个股回档 来到支撑上车的机会 所以昨天的金浩科我当然是看好啊 我才会这样问你们嘛 你想低接吗 你有这样的想法 今天你会多赚6.7%吗 森科 这张股票 上礼拜四 你看看他的二月印象 年车率高达105%超过一倍 从量价跟形态 我说有机会走喷出段 出现5000多张的攻击量啊 我介绍股票品质的保证啊 不是机会股 我不会带会买 这是我们对会很不变的一个承诺 所以4月6号上礼拜四 申科收46.85啊 当然可以买啊 要走喷出段了买啊 隔天4月7号 收49.4耶 我平盘以下高速员再买啊 你有没有看到 上礼拜五的动作 回到平盘以下 46.3低接啊 趁大盘重处啊 上礼拜五 同样把这一种非经济利空 所创造出来一个买点 学起来 因为以后一定还会再发生 只要跟军事的一个攻击行动有关系的 对前九股市当天的反应 通常是负面的 趁急沙 下去买股票啊 所以上礼拜五的一个深科 当然可以逢低再度的成绩啊 46.3低接 当天低接完之后收高啊 你可以赚7% 礼拜一啊 平盘以下高速员再买 48.7在地接啊 深科啊 这讯息都跟你对时对价过了 有没有收高 连续两天 我看到筹码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现象 所以平盘以下你跟我买尾盘收高 礼拜一 你看股价 这个架构呢 已经来到51块钱了嘛 456 跟着一下 451 你每天跟我买的 每天跟我平盘一下买的 都赚钱了 那昨天深科股价最高来到51块9 创新高嘛 创新高之后回档 我告诉你 昨天的深科平盘一下我没有出手啊 跟礼拜上礼拜五不一样哦 所以整个操作的一个节奏性 清老师到底看得懂还看不懂 昨天平盘以下我没有买啊 那平盘以上要不要先卖一趟 现在同学不要去猜 你如果每天猜我的买卖点 对你来讲 非常的具有负面的一个效用 看完我节目之后 隔天再去做动作 你敢不负 你绝对不负啊 买股票卖股票你都管我一天 一来一往差两天啊 你怎么卖大条的 我给会员盘中的资讯 到底有没有价值 你自己去比照一下其他节目老师 谁会把会员的讯息 拿出来跟你对时对价 会员看我节目啊 我介绍的股票 上面所秀的讯息 跟你收到的讯息 有没有一模一样 所以当一档股票 来到波段新高之后回档 为什么昨天那个深科平盘以下 告诉你我没有出手了 嗯 嗯 清楚吗 今天的深科 我可以跟你讲 今天的平盘以下 是可以再度的出手的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 我的操盘的一个节奏性很明快 很干净利落 我不喜欢跟你拖你带水 我也不喜欢跟你模拟两可 今天深科打下来 平盘以下低接吧 可以低接啊 就像大盘指数嘛 我说今天盘中的低点 刚好测试上礼拜的低点 而且守住嘛 所以今天有些股票出现很好的一个介入点 你自己把握 刚上柜的8476的一个台阵 我上礼拜是做了卡位的动作 那这档股票刚上柜 前五天没有命运行情 那没有命运行情 当然有失望性的一个停损卖压出来 那我只是接收这样的一个卖压 把筹码吸过来啊 但是我也讲过啦 并不是每一档刚上柜的股票 如果没有命运行情 下来都可以接的 当然跟基本面还是有关系啊 你看一下 有一档刚上柜的个股 我就没有建议你们 随意的做承接 这叫6533的金星科 青年度竟然亏了0.86啊 青年度每一季都亏钱 那我也不晓得 这样亏钱的公司 为什么可以让他上柜 这种账好像有点问题啊 亏钱的公司啊 金星科啊 你自己看 每季都亏钱嘛 那这种亏钱的公司 上柜前五天可以买吗 那上柜前五天没什么行情 跌下来可以买吗 不可以哦 因为我在跟你讲述 我们选股的一个重点 不是基欧股我不会待会买 财报有疑虑的 账面有疑虑的 我不敢出手啊 因为那是高风险的表弟嘛 你只要在这股票市场上够久的 像以前的所谓的泰电变成币子 现在有没有 你只要踩错一档 辛老师没办法负担这样的责任 所以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我一定把那些基本面 有一个个股筛选掉嘛 我不会去碰投机股 也不会去碰地雷股 投机股很容易坠机啊 地雷股会让你粉身碎股啊 所以像金星哥这种财报是亏钱的公司 我连看都不看啦 碰也不会去碰嘛 所以呢 刚上柜的可以去买吗 今天股价剩111啊 最高200到11 跌了快60块钱啊 所以台进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上柜之后5天的秘密行情 失望性卖压出荣 之后我开始做买进 因为它的一个土地污染修复技术 有独占性有寡占性嘛 是台湾的领导厂商啊 所以基本面很OK啊 所以50块半买 买了之后你就会看到漲停板 对独占技术的一个领导厂商嘛 那礼拜四涨停板 礼拜五大盘盘中跌了109点嘛 台进强势的锁涨停 礼拜将近三根涨停板啊 盘中差一点又亮灯啊 所以三个交易日 你看到几乎30% 那30%为什么这边我要先做停利一下 因为卖压确实是比较沉重的 礼拜没有锁涨停啊 对他不敢来碰涨停啊 所以呢我看到有卖压嘛 所以礼拜一的一个台进 连涨三天 64块半附近先卖一趟 这是我礼拜一的一个动作啊 对亲爱的朋友 短线跟长线的一个操作 我不曉得你看得懂看不懂啊 这根中长红是他的很大支撑啊 上去3天30%嘛 上一线刚好卖压很沉重 先卖一趟嘛 那昨天的台进回档呢 我看坏吗 我卖掉的股票 如果基本面依然是成长的 只要他量价筹码形态 依然是多方的 我依然看好啊 我不会说一档股票我卖掉了 我就看坏他 有时候会卖掉股票 是因为技术面的操作考量 所以礼拜一的台进 64块半先卖一趟 毕竟三天涨了快30%嘛 那礼拜二的台进呢 跌下来我是不是看好 我有看坏 台进 关于土地污染整治志气的独占性吗 没有吧 所以跌下来 我看好台进 其实我昨天 趁几点在59附近分批接回了 11点半告诉会员嘛 当时候经过一分钟股价在58块半 你去对时对价 趁几点啊 59附近分批接回 这是我们昨天的动作啊 所以我高点有卖 跌下来看好我低接啊 什么是高出低接 高点先卖一下 昨天台进59接回啊 收盘几块钱 收盘58 那今天的台进呢 盘中大涨6.7% 我问我做对 今天台股跌到9789 你的看法是如何 嗯 一些价值型投资概念股票 今天买点已经浮现了 你就不要客气 所以昨天的一个台进 59有接回啊 今天马上大涨6.7% 那昨天我卖掉了一档成名店嘛 卖在25块钱附近啊 那这档股票 我今天在平盘附近 我有稍微心动了一下 毕竟昨天高点有卖 今天股价变便宜了 我本来想出手 但是量价的不对称 告诉我今天成名店 不能出手啊 所以今天成名店我就没有机会啊 这档个股 我在昨天已经公开我的一个卖点了嘛 是不是 25停力卖出啊 赚这一段嘛 昨天成名店量价不对称嘛 25附近卖 发完讯息之后 发完讯息之后 其实很多的时间都在25以上啊 这边都在25以上嘛 很好卖啊 是不是 所以成名店昨天 拔党赚这一段 那今天 因为量价 依然是不对称 所以我今天成名店 我就没有做接回的动作 所以接下来盘式 当然还是一个高姿态整理 强势多方盘 那支中食物的归队 以及今年度的量人 所带给 中小型机油股三成以上报酬率 我希望同朋友一起来掌握 免客气 还不想如何操作的 把握一下 今年度 七年老师 所要送给你的生日大礼 这礼拜六 是我的生日 每年生日 我都 怀着感恩回馈的心 因为生日就是母难日嘛 所以我感谢我的妈妈 很平安的生下我 还跟我生 是一个 人家说的嘛 所以呢 对这样的一个生日大礼 好不好 一年就这么一次 一年就这么一次啊 那我每年度最大优惠 就是生日大礼 这个优惠活动 比其他的 你所看到的 以往的或是以后的 最大优惠就是这一次啦 因为我是怀着感恩的心 回馈的心嘛 感恩我的妈妈 回馈我的观众 错过这一次 你要再等一年 所以呢 今年 一年一度的生日大礼 桃妙我请你好好把握一下嘛 因为错过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 休息一下再回到今天现场 带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陈通投顾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鼓往福利 陈通投顾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巴菲特 巴菲特 陈通投顾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促加专线 02752 5868 2752 5868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想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带手受用无穷 02752 5868 2752 5868 2752 5868 昨天我先短卖一趟 卖在125左右 有没有卖对 所以有时候个股的操作 你要懂得随机应变 随时而转 不能使脑筋 一成不变 如果一档股票 原先的走势跟你看法不一样 该出场就出场 不要停留太久的时间 所以对这档个股的一个操作 今天回档修正 我对它的基本面 以及量价结构形态 是多方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昨天先短卖一趟 是技术层面的操作的考量 所以这档康控我依然看好 基本面很OK iPhone 8今年度要特别注重防水性的功能 康控刚好有这方面的技术 所以二月一收 你看一下 年成长率超过一倍 114% 3月24日 从量价跟形态要走喷出段 当然当天要买 当天买完之后收100.5% 结果一路涨 涨到141% 涨了53% 我138挺力卖出 对这个讯息跟你对时对价过了 保证一定成交 所以青铜老师是会 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对高点会卖之后 股价回档三天 121做接回 很清楚的一个资讯 亲爱的朋友 上礼拜三 对138卖 你自己看一下 大家看好的时候 4月5号 上礼拜三 大盘涨了100多点 大家都说要来到万点了 对 当大家都这样讲 减码一些股票 上礼拜三 康空 我做的减码卖在138 那礼拜五呢 又连跌两天 盘中跌了109点 又让你措手不及啊 那我康空呢 121接回 这就是高出低进的反市场操作吗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上礼拜三 138卖康空 卖完之后 礼拜五大盘盘中做 121做接回的动作吗 所以整个一个康空 上礼拜五 121接回之后 有没有开机走高 高低点超过8% 那昨天 康空 涨到131.5吧 当然有点可惜 我是卖在125而已 没有卖在最高点啊 因为礼拜二 昨天的早盘 我看不出来要卖 他没有转落啊 当时候量价 给我的看法 还不需要做卖出的动作吗 但是10点12分就不一样了 已经确立康空 短线转落了 125高中会员先卖嘛 当中交易在125.5啊 我发完讯息之后 这边都在125.5嘛 所以125保证一定成交啊 我就卖在这边啊 有点可惜是早盘没有卖嘛 那没有卖是因为没有看到现象啊 没有看到卖出的一个量价 或是形态的一个表现嘛 所以 该赚波段的 我们带你赚波段嘛 这一段嘛 这一段53%嘛 那昨天 康空如果我125没有卖 尾盘变119啊 那里面套牢了吗 125接回的啊 125小赚没有错啊 但小赚如果你看到苗头不对 不出场 尾盘变119 今天的康空股价变115啊 125到115差了10块钱耶 是不是 如果不卖到今天为止 你121接回的到115 变赔快6块钱耶 是不是更不划算 所以我们的一个超盘节奏 相当的犀利 所以整个康空的一个架构 昨天我已经跟你讲过啦 如果你今天 因为看到昨天的节目 把康空杀低 我觉得又有点可惜啊 因为对于康空的iPhone 8 防水商机 依然没有改变啊 对它那个形态量价 你看这涨了一段之后 这底下其实很多层层的支撑 它下党的支撑是很强的 我今天特别提醒你 康空明后天有机会 康空明后天有机会 看你要不要把握而已啊 我很直白讲给你听啦 明后天啊 明后天啊 我会出手啊 就是这样啦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一档个股的一个价值 在基本面市场上 还没发掘它好的同时 要有人先带你卡位啊 就像这档公司 赚你股本啊很机悠嘛 礼拜一 八天转折向上买点浮现了 我说这档股票有机会 让你赚到波段三成以上 这档股票它不会用冲的 我对它很了解 所以我会告诉你说 这档股票马上要喷出吗 不会啊 就是论事平心而论 我们带给你的是稳定的操作 以及呈现稳定的效果嘛 所以这档股票昨天有没有涨 昨天它黑街棒跌下来 跌要会买嘛 亲爱的朋友 赚一个股本的公司耶 昨天黑街棒跌到支撑跟我买 今天这档股票就会收红 昨天买跌今天收红 这就是反市场操作 要懂得逢低承接 所以对未来 很多中小型个股 三成以上的利润 你还不晓得我掌握的 把握一下亲爱的老师 一年一度推出的一个生日大礼 这礼拜六是我的生日 生日就是母乱日 所以感谢我的妈妈 把我行做这么重宅 我还算是一表人才 那亲爱的老师够不够实在 有没有认真在带会员 如果你看我节目够久了 应该清楚我的为人风格 所以呢 适逢一年一度的生日 那我是怀着感恩的心 回馈的心 来推出这个生日的一个优惠活动 对我妈妈很感恩 所以我要回馈我的一个观众 如果这次的一个生日大礼 你没有好把握的 亲爱的朋友错过这一次 要再等一年 因为每年度的一个生日专案 优惠活动 多是我每年度的 最大的优惠的一次 希望你好好把握 明天见 谢谢 我们下集完 的话 往往往往往往 看一下